1976年5月 李光耀第一次走进 他关注已久的中国 死后35年间 他总计33次放华 在他和中方领导人 共同推动下 新加坡与中国的友好交往 不断巩固 延续 发展 李光耀是个政治家 战略家 李光耀先生是非常佩服邓小平 所以我觉得他们惺惺相惜 我说李治政 作为一个领导者 最重要的是什么 价值们的判断 新加坡变成了世界级的国家 跟李光耀的这个理念 有直接关系 在中国改革开放 45周年之际 中心两国关系进一步提升为 全方位高质量的 前瞻性伙伴关系 纪念李光耀先生诞辰100周年 纪录片 李光耀与中国改革开放 四周年之后 四周年之后 确定的 一步提升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